在宣传传统文化上真的是可以永远相信河南卫视 今年的清明奇妙游也再一次用实力惊艳了全望 在河南卫视的眼里没有地狱只有文化 利用潮汕音歌舞制作的中华战舞在线飞翼的无限魅力 配上国风音乐大黑天直接上演了一场震撼的文化传承 女子群舞三花侍女重现大唐盛世 让画中的美人都活了过来 绝美的造型一颦一笑都能让人描绘他那个以胖为美的唐朝 另一个群舞清风徐来将非以信仰毛间炒茶记忆完美融入 并以折扇就作侍女图为蓝本编造而来 从少女的灵动中年的贤淑端庄再到老年的慈祥忍厚 每一个细节都是充满无可挑剔的美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 福龙飞用超然歌曲《烈火战马》 面怀致敬献烈并我AI在线音乐群像 导演说的那句最好的纪念就是传承 让人深感科技的力量 今生产生一声 第一声是王熙 一手扑沙寄托着无限的词面 节目用沙漏翻转 颗粒倒流等方式 代表时间流逝 讲述了一个个生意词别的故事 爷爷这个裙子好好看呀 是奶奶的吗 春晚爆火的上春山作词人 玉卓二 本次也特别打造了一首印象主题曲 故土清零 歌词写到的 树里土五根也无牙 人里土五香也无加 只错人心 相信在外的游子 听摸这首歌都会深入感触 那以上就是本次盘变 河南卫视清零其妙游的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见 河南卫视清零其妙游的精彩 避免 你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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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我